大家好 欢迎来到却游港 玩却游的时间 我们的节目主持人Edward 我是玩这款游戏玩到卡的 我是WCHR 今天我们讲的是 Shadows of Amsterdam Amsterdam 是Asmodee今年的新的 这类型是什么游戏呢? Party Family 都是古人想什么的游戏 如果你问我 我简单地说 就是把Discid和Code Name混合了 如何玩呢? 游戏会分两个人 每个人会有一张线索卡 目标就是这个橙色 他要引导他的团队去到橙色的地点 三个 然后回到绿色梯 这两个其中一个 那就为止赢了 这个游戏是一个实时游戏 是比较快的 但是说是比较快 但其实玩的过程中是不会比较快的 因为你要想的 首先铺在这里 每一队的人 即是橙色的队和灰色的队 他们会各自有一个Leader 他就会有阻碍 遮住这个线索 然后台上就有十张线索卡 他就可以选择给一张或者两张 他的队友 留意 一给呢 一定要两张一起拿 或者立刻拿一张 那就不能够拿完一张 再拿一张 给了士组他的队友之后 他的队友就会去商讨 究竟将这个人走去哪一格 如果他给了一张线索他走一格 给了两张线索他就可以走两格 他在这里 黑色呢 他就可以走到这里 走到这里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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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走的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他要走去 他要走到橙色的目的地 如果纯橙色呢 就是你自己独有的线索 如果橙色和啡色呢 就是你要跟对方斗快去拿 但是交叉呢 如果你停在交叉的位置 你就要吃一脚 吃到三脚你就会输了 但是特别要留意 如果他一次要给了两个线索 他就可以走的过程 如果经过交叉 他只要不是停在交叉 他也不用吃交叉 因为这个游戏是实时的 就是我给了一张线索 别人会立刻输牌 然后他也可以在里面选 而且也可以连续做几次 那么变成了中间 表面上就是说比较快 但是其实你不会比较快 因为你要想 你的队友也要想 所以我们就怕 其实下游戏是很少的 这样 好 review了 你们呢 我先说一下 我觉得真的没有下游戏 对啊 完全没有 因为你一个Leader 在听相机的时候 你可以去隔壁组 去参与一下 嘴炮两句都可以 我挺喜欢它有实时的 因为你说CodeLam Dissed 这些 其实每年都出到 那些HIGH GAME 他现在这次 再加一个实时 是有一个创新的东西 加了进去 而且我觉得 他这个比较 其实就 以往更加 考于这个默契 因为 你直接不能说 对 你纯粹靠一张图片 你就要 感觉到 那个HINTS 是什么 但是 究竟他在说 那个意境 还是颜色 是 你是不知道的 没错 所以 你和那个队友的默契 是 说一点 其实策略位 就是 每一格 你向外走的选择 都是限在四格里面 比如你在这里 你有三格 你在这里 你有三格 你在这里 你有一二三四 其实你要想的就是 你站在这个位置 旁边的四格 你会想它走到哪里 你应该用这样的方法去想 你就会容易给到損失 因为呢 你不要想着 在那十张卡里面 找到任何相同的东西 我告诉你 我第一个半 一两分钟 就是想找这个东西 但是完全不会找到的 基本上 所以卡住了很久 但是慢慢想到 原来我用意境去做 其实效果会更好 我自己给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游戏 因为这个游戏 绝对是适合你玩了Discence 玩了Cook Lane 而觉得喜欢的人去玩 因为这个游戏 我自己会觉得 玩完这两个游戏之后 你想再玩 就是File War 的话 这个绝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因为它不单止多了 它而且是一个新的Dimension 给你去想 因为你要去控制那个节奏 就是不要太快 因为太快的话 可能你的队友 未必跟得到你的想法 你都可以等对方自己自爆 因为刚才我们基本上就是不动 所以自己给一下线索 都差不多了 那William呢 你呢 说两句 我觉得它解决了Cook Lane的问题 第一 Cook Lane就是本身 因为你知道要有一个Term 去串连一些Concept 其实对于某些 他语言未必那么好人 可能是有点困难的 另外Cook Lane 也要有一个等待的时间 虽然它有一个Timer 但某程度上 其实也有点点 很多时候你都知道 你都不会跟过Timer 就是那些人超过去玩的 是 那刚才它那个实时仔 就解决了那些的问题 也都用图画 又不用用一些语言文字 那还有呢 我觉得它另外一个有趣的地方 就是因为它要走的 是 那这个走的 这个地图的探索 亦都是之前一类的游戏 是没有什么的东西 是 另外呢 我觉得它的练索 和这些陷阱 其实都是挺欺人的 是啊 设计得挺好 那就多了一些互动 那另外一个互动呢 就是那个Leader上面 是 这个也是之前呢 无论是Cook Lane 或者战马 或者Dixon 都没有的 就是Leader可能呢 是真的可以想到 怎样坑对方 是 没错 你强抢某些牌 或者你某些路线上 就是去 去 叫做Block 就是因为它有些是 大家共分享的东西 是 是 那因为路线的选择上呢 其实都考过Leader 和也考过一些队友 是 没错没错 而且最重要的是 公仔非常漂亮 每一幅画都是不同 包括那些线索 和这些 和这些每一块地图 雙面 Random这样砌 你看到可以拆散 所以 重玩性非常非常之足够 那 这个游戏 推荐给什么人呢 好 刚才我说到的 Family 和 我想是很入门的 Gamer 是的 而且我想特别强调 比起一些 叫做Party Game 就是Reduction 例如Alfredo 其实也有些人觉得门栏比较高 是的 但譬如这一只 真的没有门栏 因为你又不需要语言 又不需要 全部是公仔 而这个 content 很简单 那你就是猜猜去哪 是的 是把整个门栏 说得很低 都可以被人发现 原来Block Game 就是Party 也可以这样 是的 绝对是绝对 因为他真的完全 你一句话都可以不说 是的 你给天使的时候 所以就 不用那么辛苦 那个老朋友 没错 非常好的一只 家庭Party Game 好 我们今天介绍的就是 Shadow Amsterdam Amsterdam 是的 英语真的差到 没人有 好 那今集来到这里 下集再见 拜拜